最新的党政焦点来关心民进党台北市长党内初选 昨天晚上进行民调 而上午结果已经出炉了 结果是由立委姚文志胜出 民进党是以国民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 连胜文为对象进行对比式的民调 姚文志以30.67% 小赢了第二名的顾力雄3% 将在一个月之内呢 再跟这个台大医师柯文哲等在野人士 进行第二阶段的整合民调 最后胜出者将代表绿营 角逐台北市长的宝座